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把蒸蛋羹做好 先看一个对比实验 一个鸡蛋 加入水,水比较多一点 完全搅拌均匀 我把浮沫打去,你可以看到蛋液已经跟水完全融合了 微波炉里头加热两分半钟 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半固体半液体的一个状态,不能成型 另外一个碗,完全一样的配方和操作 唯独加了一点盐 微波炉加热之后,你看到它变成了固体 盐在水中是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存在的 电解质溶液可以帮助鸡蛋液更好的成型 如果没有过度加热的话,这个鸡蛋蛋白质会锁住水分 你吃到嘴里头就是嫩滑的 所以它的形状也有了,它的口感也有了 平时在家里做的时候,撒一点盐就好 如果你手边刚好有肉汤的话,什么肉汤都可以 就用肉汤来做 大家知道肉汤里头含有很多的电解质 两个鸡蛋,加一杯肉汤 这个地方撒一点盐也可以 搅拌动作不是特别大的话,这个浮沫其实不是很多 我不小心用了一个大碗,蒸锅里放不下,我换一个小碗 你不需要换碗,你也不需要锅滤 水开放到锅里,上面盖一个盘子 小火蒸6分钟 用其他容器蒸的话,要调整你蒸的时间 关火之后呢,在锅里头焖一会再打开盖子 锅里拿出来放凉一点,你会看到它会稍微变硬一点点 如果丹叶里面加盐的话呢,你就少放一点酱油 水 点一点香油 你上面也可以放其他任何配菜 大家自己发挥吧 这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食谱 但是呢,你如果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你就可以做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高姐,我们下集再见 再按照,我们下集再见 最后应该是小高姐 要设好,我们下集再见